大家放心, 今次是我煮的, 不過煮一煮場地 要去我們的血汗工廠, 就是我姐姐家 因為每年都要煮十幾底, 拿去派街坊 好吧, 去她家, 順便試試新的堅尼地城站 今天要煮一個健康版的蘿蔔糕 這是我姐姐的想法, 因為新年農曆是全年最肥的日子 又要吃蜜糕蜜糕, 幾天都要吃 所以儘量健康, 簡單, 清淡一點 不代表味道不在, 味道很好吃 首先, 一公斤的白蘿蔔 半條的臘肉, 和一條的臘腸 兩茶匙的蝦米, 兩塊的冬菇 先浸泡一下 三、四粒的瑤柱, 用熱水浸泡一下 180克的尖米粉, 和20克的燉粉 200毫升的水 一茶匙的麻油, 和白胡椒粉 後面有些什麼呢? 有些油, 鹽, 和黃糖 最後有些白芝麻, 和芫茜 還有些蔥 這份量可以做到一底的蘿蔔糕 這個我們之前已經做過了 一底的蘿蔔糕很大 最好用三吋糕的帽子 是很大的 我去煮了, 煮食了 首先把臘肉, 臘腸, 和瑤柱 大火蒸15分鐘 你現在看到那些瑤柱 因為我漏了, 但之後會在這裏 趁那邊正在蒸, 我們就準備一些蘿蔔 最麻煩也是這裡的, 準備一些蘿蔔 刨一下蘿蔔皮 再把蘿蔔刨融 蘿蔔差不多刨完了 即是刨不到, 刨到手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切絲 再重複步驟 把所有的蘿蔔刨融 切絲, 是大工序 很麻煩 現在的瑤柱 先把蠟腸切粒 蠟腸切粒 蠟肉不要太高 再把蠟肉切細粒 蝦米刨碎 冬菇也一樣 把蠟肉切細粒 冬菇這個食物, 如果自己做的話 就放下, 會比較好吃 但如果你用來送給人 就不要放冬菇 因為如果放了冬菇的蘿蔔糕 就放不久 現在我姐姐示範最難的工序 真的 把浸了的光瑤柱 還有一條蔥, 要切蔥花 現在把食物混在一起 先把尖米粉 再加上薯米粉 再加上薯米粉 可以用鷹粟粉去代替 但用這個的蘿蔔糕會比較黏 蘿蔔糕 可以再加上200毫升的水 慢慢拌勻 直至它們沒有粉 順滑 可以加上1茶匙麻油 2湯匙的油 食用油 1湯匙的黃糖 少許 1茶匙的鹽 半茶匙的白胡椒粉 就可以拌勻 然後把蘿蔔絲拌勻 你們這一刻可能會覺得 好像爭的步驟 不是要把蘿蔔絲拌勻 先把蘿蔔絲拌勻 先把蘿蔔絲拌勻 其實我們不會這樣做 因為蘿蔔炒完 再炒完尖米粉 然後又拿去蒸 蘿蔔糕出來就會比較硬 和乾身 這個做法除了不用加油去炒 其餘外 你看到我沒有加油去炒 蘿蔔 甚至乎那些臘肉 都是用去蒸 這個版本比較健康 而且吃下去沒有那麼硬 很軟 你煎完也是 所以適合老人家 味道也在 可能你們現在在螢幕後 在瞄準嘴 是不是真的不用炒 我承認這個 這個不是我們一般看開 或者做的傳統做法 但是試一下跟這個方法做 先試一下 那你們就可以決定 喜歡哪一個版本 撈完粉之後 就可以把剛才切的 蝦米、臘肉、臘腸、冬菇 和瑤柱 倒進去 再拌勻 再把它倒進一個三寸高的小盒子裡 再輕輕壓平 然後大火蒸45分鐘 這個時候就可以燙一燙芝麻 兩三分鐘而已 直至變金黃色就可以了 蒸了的蘿蔔糕 當然可以馬上吃 加一些芝麻 和蔥花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最棒的當然是 放涼了之後 再拿去雪四個小時 之後才拿去煎 煎香它 那更好吃 是不是 多謝收看 各位 下次見 拜拜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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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